徐先生说 4月份一位泰州的朋友需要一批空调 安装在一个工地的临时办公点内 正好他有一位广东的朋友 认识卖空调的人 他就懒了下来 就我们买空调那边 他说那你们工地里面用 那其实不需要很好的买这个赠品 极很贵嘛 然后他说那你退货机可不可以 然后我们说退货机那多少价格 然后价格比较低嘛 他说就是网上有些人买过去 不是有七天无理由嘛 把这个货退回来的这种机器 徐先生介绍 跟他对接的人姓芳 从事空调行业相关工作 他最终跟对方约定 购买23台1.5匹冷暖空调 5台3匹冷暖空调 1台5匹冷暖空调 总共5万多元 在10月14号我们付了钱 然后4月17号开始收到机器 还有18号陆续的 因为它不是同一批 就是说外包装的箱子是破的 当时我们就拍了照片 给它保留下来了 就是它的机器的品牌的 那几个字上面没有的 就比如说小米空调 它只有空调两字 小米是被它撕掉的这两个字 厂家这些信息全部都没有 就三包的包括是什么3C认证 这些都没有 徐先生告诉记者 空调送到胎州这个工地后 他花了几千块钱 叫人到场卸货安装 刚装好的时候 我们把机器打开了 试了一下冷风能正常出 那我们认为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结果用了几天之后 他这一边使用者 就是打电话给我们 他说发现了这个机器 好像没有滋暖的 然后我们就说 那我们过来看一下 徐先生说 那23台1.5匹的空调 都只有制冷功能 他跟卖方沟通 退货换货 和承担卸货 安装损失的事情 一直没能协商好 然后他说 叫我们自己承担 安装的那个费用 跟卸货的费用 机器我可以给你退 然后我说 这个费用是很大的 我说出错不是在我们方 所以就因为这个事情 而协商不下来 对于错就是比较明显 哪怕他是发错的 就是联系你们 想帮我们沟通一下 把这个东西给他退回去 销售空调的方师傅 告诉记者 是负责供货的李老板 把这批空调 错发成了单冷功能的 他已经起诉对方 我是中监司方 中监司方跟厂方 已经就是说 法院已经判决了 判决把那个机子退回来 这里把款打回给他们了 沟通过程中 记者了解到 方师傅作为销售方 起诉供货方李老板的纠纷 法院的判决是 被告李老板 返还款项26,440元 包括拆装费 退货运费和货款 原告将23台挂机 返还给李老板 法律上是这样子 因为刚刚安了一台的时候 他发现是单冷的 后来我也自寻了 叫他们先不要安装 后来他一下就安装了这么多 刚刚开始的时候 是装了一台 他就告诉我是单冷的 那我就肯定制止 叫他先不要装 不要拆了 方师傅在电话中表示 他可以将供货方 返还款项退还给徐先生 另外再承担一部分 但无法按照徐先生实际支付货款 和产生的费用进行退还 具体退多少钱 徐先生和方师傅仍没能达成一致 接下来他也准备走法律途径解决 1818鸿剑记者台州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